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2月17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呢,报告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中国自产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就在今天下午,已经正式的交付给海军使用了 这艘航空母舰呢,曾经向全国征询这个航空母舰的命名 有人呢,曾经建议说叫台湾号 后来就定为这个叫山东号 为什么叫山东号呢,我不是很清楚 我没有找到那个答案,为什么定为叫山东号 但是呢,就是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两艘航空母舰了 一艘呢,是辽宁号 辽宁号呢,因为是从那个乌克兰买来的一个船体改造的 所以呢,那个不能叫做我们自产的 那这回的这个呢,完全是自产的 当然了,也是在研究了他们那个乌克兰的那个辽宁号的基础上 来进行改进和制造的 但是呢,据说我们中国现在呢,还在制造这个更多的航空母舰 有的说呢,同时在制造四艘 有的人还说呢,中国正在制造这个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这艘航空母舰和辽宁号呢,都是常规动力的 不是核动力的 那这样一来呢,中国就是加入了拥有多艘航空母舰的这个队列当中了 我们都知道呢,美国是拥有很多了,航空母舰 对吧,它拥有12艘航空母舰 然后下面呢,就没有人可以跟它匹敌的 最多是拥有两艘 中国呢,现在拥有两艘 英国呢,原本是拥有两艘 那就在中国的这一艘,今天交付之前吧 在12月10号的时候,他们英国也有一艘航空母舰 已经交付给皇家海局了 所以英国有两艘,中国有两艘 意大利有两艘 其他的国家呢,就一概都是拥有一艘 像俄罗斯 俄罗斯以前拥有很多 刚发明航空母舰的时候呢 俄罗斯拥有很多,一会儿我会说 然后法国拥有一艘 印度是拥有一艘吧 印度拥有一艘还是两艘啊 然后日本,他现在呢 他还不拥有 但是上一次川普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呢 他的有一艘那种准航空母舰 不是航空母舰,但是准航空母舰 川普说呢,会帮他改造成航空母舰 就是这个世界呢,拥有航空母舰的情况 那中国的军事力量呢,现在是很强了 现在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是位于全世界第二位的 美国之后就是中国 但是,这个第二位和第一位的美国不能相比啊 相差太大了 之间的差距呢,就好像这个航空母舰的差距是一样的 远远的落后于美国 但是美国他管的事多呀 他管的地方多呀,对吧 中国也不需要 其实中国不需要那么多呀 中国的军队呢,军费开支都在逐年递减 因为我们中国呢,是一个不好战的国家 中国呢,绝不会去主动的跟别人去打仗去 就算是现在台湾,我们很多的华人呢,都认为说台湾实在是欠揍 台湾实在是这个台独太不像话了 应该把台湾收回来 但是呢,中央政府是很克制的 我们的政府是非常的克制的 就是要以这种怀柔政策来收服台湾 好,那个我们不说哈 就是说这个航空母舰 这个航空母舰呢,这两艘呢,全都是常规动力的 然后呢,这个新的山东号呢 它能够搭载36架歼15的舰载机 而那个辽宁号呢 它能够搭载24辆歼15的舰载机 这个新的呢,比它能多搭载12架 比它要大 它的排水量呢,这新的是55000吨 据说中国呢,正在制造的航空母舰呢 有8万吨的排水量 而美国呢,上一回我看到一个报道 说美国的那个航空母舰呢 它的排水量最多的是10万吨以上 或是10万吨,或者多一点吧 多也多不了太多啊 中国呢,正在建8万吨的 反正就是直追美国就对了 中国只要是掌握了这个技术 就跟中国的那个高铁一样 只要这个技术我掌握了 中国就会迅猛发展 那说到这个航空母舰呢 这个山东舰 之前呢叫辽宁舰 我刚才说了那辽宁舰呢 原本就从乌克兰那买的 说到这个乌克兰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我所了解的 这个乌克兰大家都知道啊 它是苏联解体之后 然后独立的一个国家 苏联呢,它亏就亏在哪呢 它原本它这一很大的一个国家 它基本上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原本呢像乌克兰啊 和俄罗斯啊 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 原来即便是在苏联 苏联苏联嘛 苏维埃联合 它是一个联合体 和中国的一个省一个省的那个不一样 那这个它原本呢 他们是苏联的时候呢 它这些个军事力量也好 这个经济力量也好 它都是分散的 像乌克兰 它有乌克兰的强项 乌克兰的强项在哪呢 它有两个相当牛的两个产业 它从苏联剥离之后呢 它有两项支柱的大厂 一个是造船厂 一个是发动机场 发动机场 我一会儿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造船厂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苏联为什么 它解体以后 这个俄罗斯就不行了 因为它把这个力量啊 都分散了 现在呢 我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再强的力量 如果你作死的话 你很快就能死 现在香港和台湾呢 就是作死 尤其是香港 香港如果这么作死的话 很快就能死 我们来看看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呢 它原来有一个造船厂 这个造船厂呢 原来叫尼古拉耶夫造船厂 也叫黑海造船厂 这个造船厂它有多牛啊 它是1895年建厂的 那它建厂之后呢 它是专门造船呀 是苏联海军的主要造船厂 它造了哪些船 我告诉你 它是给这个所有的红海军 俄罗斯海军造这个航空母舰 它造过两艘叫莫斯科级的直升机航空母舰 一个叫莫斯科号 一个叫列宁格勒号 然后它造了四艘 基辅级的航空母舰 这个叫什么号我就不跟你说了 然后它还造了一艘 叫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 然后它还造了一艘 叫瓦良格号航空母舰 有一种说法呢 瓦良格号航空母舰呢 实际是姊妹舰 我们中国买来的那个是其中的一个姐妹 它还造了另外一个特别牛的巡洋舰 叫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 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九几年它们苏联解体以后呢 它这个造船厂啊 它就无力再运营下去了 它也没有订单 它没活干 没落之后呢 它那个造到半道的这个瓦良格号 就搁到那儿就搁浅了 就不能再继续往下造了 就造了一板 后来呢 中国有一个企业家 然后呢就知道 它这儿搁置闲置这么一个 航空母舰的这么一个 就相当于一个模型吧 一个真的 但是是一个真的哈 企业家 它就想把这个东西呢 我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呢 我放到这个游乐场里面 这是一个真的航空母舰啊 然后就给大家参观 开眼 本来是这么一个目的 然后呢 九几年就跟这个乌克兰 就谈谈谈 到最后呢 就把这个买回来 乌克兰反正各大手里 已经没用了 就是一堆飞铁 然后呢 也以一个飞铁价 就把它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 在路上还费了一些个周折 在路上呢 让那个土耳其 给敲了一些竹杠 托尔奇就扣着这个 不让过 然后又说是 有危险吧 有污染吧 又收你一个污染费吧 又收你一个这个费纳费的吧 搞了好几年扣在那里 让他给敲了不少的竹杠 完了以后呢 就运回来了 运回来以后呢 哎 中国的海军一看 这艘这个航空航舰的 这个东西 哎 一看 还状态还不错 也没有烂掉 你本来想经过这么多年 对吧 应该是烂掉了 哎 觉得还不错 还不如就拿来 在这个基础上 还把它继续 把它加工成一个航空母舰呢 这样呢 就形成了这个辽宁号 这是辽宁号的由来 而他们那个造船厂呢 因为他没有订单 他们没有活干 他这么牛叉的一个造船厂 他逐步的呢 他就解体 搞成一个什么总装厂 搞成一个什么造机厂 搞成一个渔船厂 搞成一个筑断厂 这么几个分厂 结果呢 他也难以存活下去 到2018年的时候呢 他就不得不宣告破厂了 就这么一个辉煌的 这么一个实力雄厚的 这么一个造船厂 就这样完蛋了 你说苏联如果不解体的话呢 这个造船厂可以发挥 相当大的作用啊 因为这个搁到乌克兰手里面呢 这个厂子完蛋了 然后呢 俄罗斯呢 他们也因为造不出 这个航空母舰了 俄罗斯航空母舰不断退役 该退役的退役 原来造的什么 四艘两艘一艘啊 那些全都退役掉了 对吧 退役掉了以后呢 俄罗斯现在就剩了一艘 这一艘好像还 已经不能用了吧 这个俄罗斯呢 不得不嘴硬说什么 我们不需要航空母舰 我们只要能够有 打沉航空母舰的武器 这才是最牛的 俄罗斯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个乌克兰呢 你看 他就这么作 他在2014年 他那颜色革命之前呢 就这个造船厂呢 他还可以勉强的维持 但是2014年 他那个颜色革命之后呢 就真的完蛋了 2018年就正式的宣布破产了 然后呢 我还想跟大家呢 再说另外一件事 从苏联分出来以后呢 他有两大支柱的产业 很牛的重工业 一个呢 就是他那个造船厂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发动机啊 乌克兰的这个发动机 相当的厉害 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曾经呢 这个全世界 90个国家 所用的发动机 都有乌克兰来提供的 但是呢 他就从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这个乌克兰呢 就跟台湾似的 一心呢 就想往这个美国 欧洲的怀里扎 就跟现在香港的那些个 废青那些个港独一样 一心就想往欧洲 往英国 往美国的怀里扎 乌克兰呢 当时就是一心就想 加入那个欧洲那里头去 结果呢 他从苏联解体出来以后呢 欧洲根本就不尿他 根本就不理他 不带他玩 然后呢 不仅不带他玩 而且他的那些个 生产的那些个产品呢 都是好东西啊 像造船对吧 像发动机 这全是好东西 之前都是好东西来着啊 然后呢 他就是跟这个欧洲 在推销的过程当中呢 欧洲就说 你这些东西是好 但是我们不需要啊 我们不买你的 人家根本就不买他的 那你要没有订单的话 那你不玩了吗 就他这发动机这个呢 就欧洲根本不要 美国根本就不要 那会儿呢 还鼓动他们说 2014年的时候 让他颜色革命 本来呢 他们就是乌克兰呢 以为说 我按照你们说的来办 我颜色革命完了以后呢 你们应该接受我吧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仍然是不接受他 反倒是中国 不断的给他订单 救了他 他这个发动机 这个厂呢 也是 中国呢 给了他好多的订单 中国给了他好多订单呢 当然也不是说 就是为了救他 因为发动机这方面呢 是中国的短板 这块呢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因为原来我老公 在国内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这个 发动机这个行业的 他就是感受非常的深 中国在发动机这块呢 老是不能突破 在技术上 老是不能突破 那中国呢 就想 你乌克兰这个发动机场 对吧 你都快完蛋了 如果我不给你订单的话 你就基本上 你就没饭吃 然后呢 中国就在他乌克兰 这个发动机场呢 就不断的有投资 不断的有投资 就占有他的股份 对吧 现在来说呢 中国在他这个发动机场里面 已经占有了 超过半数的股份了 那前两年的时候呢 中国就开始提出来说 你这个发动机场啊 你反正你也濒临倒闭了 你又不行了 对吧 你就跟那造船厂似的 那造船厂到 不了不是倒闭了吗 那你这发动机场呢 你就快倒闭了 现在呢 我也拥有你超过半数的股票 你不妨 你就把这发动机场 你就卖给我得了 卖给我 然后我来注入资金 我来经营这个发动机场 让你原有的这些个技术啊 这些经验呢 这些个技术工人 技术工程师啊 什么的这些呢 也都不荒废 这是一个一举两的 一个好事 本来呢 谈跟他们谈谈谈啊 基本上就谈成了 当然中间呢 美国也捣乱 后来呢 就这个小丑演员 上台以后 他们这个小丑总统 他原来是一个小丑 当选为这个总统之后呢 然后这个美国就要挟他 就让他来解除 跟中国的这个 发动机场的这个买卖 然后这个小丑演员呢 他就甘愿成为 美国的这个傀儡 现在呢 他也是 他以为呢 就抱着这个川普 他就现在就可以 就认上了这个干爹了 这个美国就会罩着他 我们从川普 跟他之间那个电话记录里面 我明显能看出来 就这个小丑总统 真的在电话里面 跟小丑似的 猛拍着川普的马匹啊 然后呢 川普呢 就给他压力说 你就跟他解除 他就跟中国解除 以什么理由 跟中国解除呢 就说 我们这个技术呢 是无价之宝 你这一下子 等于说 就把中国就封回去了 对吧 你说我们这技术 是无价之宝 你就别跟我谈价了 因为我是无价呀 你无价 然后你还谈什么价 那中国就没有办法 跟他谈了 然后在这时候呢 美国就开始 想把他拿到手 为了不让中国得到 美国呢 就说 我们把他拿过来 但是美国 你国家 他没有国营企业 对不对 你说政府川普 你为了说 治中国 然后你想把他拿过来 你川普 你自己 你那个房地产公司 你不可能买这么一个工厂啊 对不对 然后他就让 他们国家的 这个相关企业来收购 中国呢 比较稀罕他呢 是因为中国 在发动机方面 技术不行 这些年以来呢 就没有什么突破 比较看重 他这个技术 那你美国 在发动机方面呢 其实对他来说 他这个技术 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呢 对于美国的企业家来说呢 这个发动机场呢 没有那么重要 就没有人愿意来买 川普想让谁买 谁都不买 这个烂摊子 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呢 这么一个发动机场 对吧 现在 这个美国他也不要啊 然后呢 搁到我手里 其实是没用 他说的那无价之宝 这个无价之宝 你放在手里面 其实是没有用的 他呢 就认识到 其实放在我手里面 现在呢 中国要 我要给他 我还是钱 中国要不要的话 我留着他 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啊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中国呢 和这个乌克兰 这个发动机场 在这个长年的合作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中国不断的 往他这个发动机场呢 投入 投入资金 跟他进行合作 那在这合作的过程当中呢 那不光是跟这个发动机场合作 中国也有发动机场啊 然后呢 就跟他合作说 他们的有一些技术人员呢 就到中国那些发动机场去工作 包括技术工人呢 包括那些工程师 就到中国那个工厂去工作 那这些人 你要是在乌克兰的话 乌克兰现在穷得叮当响 对不对 到中国 美国的那海军都喜欢 停靠在香港进行补给 为什么呀 因为他发达呀 他灯红酒绿啊 对吧 你像中国那乌克兰 他穷得叮当响 哇 到了中国以后 花天酒地 对不对 吃好的 喝好的 什么都是好的 都是最好的 这就叫什么呢 就跟当年那阿斗似的 人家问人说 你在这好不好啊 好好好 乐不思熟 就他们这些工程师 什么的 对吧 在中国 长期在中国工作 他已经都习惯了 如果说乌克兰 他这个发动机场 他不卖给中国 然后呢 你又没有订单 这些工程师 他要是回乌克兰的话 他是没有工作做的 他仍然是会在中国工作 那你的技术是什么呀 技术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吗 技术就是脑子里面吗 技术就是那些工程师吗 对不对 那你要到那时候 到乌克兰可是一无所有了 所以乌克兰到最后他决定 这个泽连斯基 他还决定说 这个还是卖给中国吧 所以呢 经过这么多波折以后呢 现在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 这个发动机场这个买卖呢 已经成了 定了 定了 但是乌克兰那边还有一个程序 就是他有一个反垄断委员会 他要进行审核 他审核通过了 才可以往下进行 那现在呢 乌克兰的这个反垄断的这个 审核委员会啊 其实这个审核呢 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一个程序而已 但是呢 他就是一拖再拖 这里面呢 仍然是这个美国川普起的作用 捣乱呀 美国就是捣乱呀 美国反正就是 你中国往哪跑 我就往哪堵 你中国往哪跑 我就往哪堵 就跟一带一路的 就是沿路去捣乱 是一样的 你中国干什么 我都给你捣乱 就是这么回事 你香港 对吧 香港那些暴徒 在任何国家 在他美国 你肯定得镇压 那暴徒都死好几回了 但是香港的警察呢 整个的夏天 没死一个人 对吧 他们仍然是指责 警察是报警 暴力警察 暴力执法 仍然指责呢 林郑月娥政府呢 是这个专制政府 中国政府是专制政府 他就是为了这么 颠倒黑白嘛 他就为了毁你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两天 我都做视频 我都说了 那个印度 本身他出台那个法案 他出台的那个法 本身他就是种族歧视 他就是种族歧视 宗教歧视 还有剥夺人权 他那明目张胆的 剥夺人权呀 那个莫迪 莫迪在没有当选之前 他就是这个 在人权方面 在国内就有诟病的 但是呢 美国就喜欢 让莫迪上台 让这么一个 强权的人上台 他上台之后呢 到美国去访问 那个川普 在那个体育馆里面 跟他手拉手 跟情侣似的 然后就在那个体育馆里面 转圈 跟大家挥手 对吧 就是他们 他不需要去打印度呀 不需要打的 他就要把他们 培养成他的爪牙 他需要打的呢 就不惜一切代价 双标 黑白颠倒 是非颠倒 来打压你 来给你捣乱 你就是买个船 买个舰 他也给你捣乱 这是美国 我估计中国呢 会适应的 会适应的 中国慢慢就适应 美国的这种情况 我昨天做一个视频呢 我还说了 哎 那个中国政府 应该小心哦 莱特希泽和那个 纳瓦罗 他俩人 他俩人就说什么呢 中国买美国的大豆 买美国的猪肉 这些都不是因为 我们加了税 给他压力 他才买的 是因为他们 受了猪瘟的影响 他们没有猪肉吃 所以他买的 所以我们这个税呢 不要给他捡 然后又说什么呢 说我们加的那些税呢 看来对中国 没有形成特别严重的打击 我们应该加大 对他的加税 而不是往下捡 我昨天就提醒了 说这一块 也得小心他 你别说 就是这个第一阶段的 这个协议 签了之后呢 他仍然可以翻脸的 因为他老觉得 他们是吃亏的 他老觉得呢 他对你中国 没有形成打击 他们目的是 让你痛啊 如果他看到你不痛 然后他就不死心 他一定要让你痛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